再來關注的是花蓮有一名30多歲的媽媽 這個月7號被衛生局通知 自己跟女兒兩人雙雙確診 母女被收治住進國軍805醫院 那16號女兒PCR採檢CT值之後 16還沒有痊癒 18號就被院方直接轉進防疫旅館 更離譜的是母女住進防疫旅館之後 持續出現了染疫症狀 也沒有再接受過PCR採檢 衛生局19號通知母女可以離開旅館 回家借出隔離 昨天就被告知說 我醫院已經幫我弄出院了 人還在防疫旅館卻收到醫院通知 已經被辦理出院手續 住在花蓮防疫旅館隔離的這對母女 既擔心又害怕 防疫旅館說我們兩個是不需要採PCR的 那我現在溫泉不知道我女兒現在有沒有 她的CT值有沒有拉起來 有沒有傳染的空間 我們都不清楚 就把我們放回家了 那如果這樣子我回家的話 我媽媽跟我阿嬤她們的風險很大 如果她們兩個確診了 該怎麼辦 原來母女倆最後一次PCR採檢是在4月16日 當年利還很近 沒想到院方通知車回家 媽媽擔心家裡還有一個高齡90歲的老阿嬤 一旦染疫後果不堪設想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對於居家隔離者 他的解隔已經不需要做快篩了 他住了10天之後 那他也不用做PCR了 只要做快篩就好 如果你一個確診者 他已經經過10天的照顧跟治療 那他那時候身上的病毒量其實非常低的 雖然花蓮衛生局強調當下解除母女隔離 還讓兩人自行搭車回家 是依據中央疫情中心的規定執行 但染疫母女忐忑不安 衛生單位執行規定前 還是要先向當事人說明清楚解除疑慮 避免當事人認為衛生單位在草率形勢 記者綜合報導